张爱佳六点起来办案!岳阳锦丁吴康仁,姚已提。 左起,引爆点导演庄景,吴康仁,姚已提,出席香港影视展推广会。 图签猴子,201803.19。 国片引爆点金,19,日游监制马天宗,导演庄景,率领男,女主角吴康仁,姚已提。 在香港国际影视展台湾影视作品推广会上亮相,导演更感谢另一位监制张爱佳,透露他对剧情劳心劳力令人感动。 张爱佳许久未担任台湾电影的监制,引爆点可说是纪念首部。 在推广会上,导演庄景表示,张杰在引爆点的剧本上,提供许多帮助和建议。 一开始我们透过微信工作,每天早上6点会收到他传来的笔记,然后他睡前还会再给我们一次当天新进度的笔记,真的是全新投入,把空心思提供建议。 但透过岳阳沟通太慢了,于是我们就飞到上海找他。 张姐当时在B干导演的剧组里定庄,就趁空当时间跟我们讨论。 每天一大早讨论剧本时,张姐就会开玩笑说,我又要来办案了,然后很认真的构思怎么让片中的每个角色,有更精彩,更立体的呈现。 而且张姐非常热爱电影工作,每天都工作超过15个小时以上,实时保持住热情与冲劲,令我们十分佩服。 引爆点剧本有许多爆点,其中之一是吴康仁和姚乙提,分别饰演的法医和检察官,两人原本是已病棍的未婚夫妻,但因为某个原因分手了,这个原因是电影的爆点之一。 两人的关系也因此针锋相对,但为了办案又再次相遇,这种感情与案情分不清的紧张状态,也随时会引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